首先呢我们来总是明题 这个既善必有余庆 既不善必有余秧 这个善和不善 首先我们要定义何谓善 那么请允许我让我用啊 佛经里面的注解 这是我们靖谱中 《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到的三福 佛言 欲胜彼国者当秀三福 一者效养父母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修持善业 二者受持三规 具足仲介 不犯威疑 三者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成 劝敬行者 这三福呢 确确实实 是为善呢 做了最好的定义了 它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呢 是世见善 叫我们 要效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 修持善业 能够修着实善 你就得人天福报 第二福呢 就开始入佛门了 受持三规 过以佛法僧三保 具足仲介 要持戒 不犯威疑 也是戒律 那么这是 一般讲的二乘善 二乘是声闻原觉 再往上一提升呢 第三个层次啊 是大成菩萨善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呢 这个人才是菩萨 如果没发菩提心 这个人呢 不是菩萨 纵然是 他已经啊 断了见思烦恼 出了六道了 证得阿罗汉果了 但是如果没发菩提心 还不是菩萨 反之呢 可能一个凡夫 见思烦恼都没断 但是他发了菩提心了 这个人呢 也可以称为是菩萨 小菩萨 这菩提心是什么心呢 愿度一切众生的心 愿做佛的心 我们要自问了 菩提心发了没有 然后深信因果 这个因果 不是简单的世间因果而已啊 它是指出世的大因果 具体说明呢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读诵大乘经典 帮你开智慧 劝尽行则呢 是你的慈悲心的落实 大乘佛法 不离智慧和慈悲 所以 如果把这个三个层次的善 我们分一分类 我今天开始讲的这个讲题 就围绕着这三幅 但是呢 我们用啊 这个一边 一般呢 世间人能够比较理解的定义 第一呢 我要讲的是 百善孝为先 讲到孝 这是善之先 得之本 三幅第一条 第一句 就是孝养风 第二呢 这个 当然孝也包括奉识师长了 那么第二 慈心不杀 这是儒家讲的人 修实善业 这个实善呢 是我们生口意的造作 符合善法 那么他跟儒家讲的 仁义理智信呢 相对应 不杀生 是人 不偷盗 是义 不邪淫 是礼 这五件里面的不饮酒 是智 当然不愚痴 不贪嗔痴 也是智 还有这个 不妄语 不两舌 不祈语 不恶口啊 这都是讲信 所以我们啊 会跟大家报告的 这个仁义理智信呢 这一个因果 最后呢 我们要 祷归到佛法 真正的大善 敬佛是大善 无量寿经上 有这样的经文 敬余佛者 可视为大善 时当念佛 截断狐疑 拔诸碍玉 度众阿元 这是大善 善中之善 劝我们呢 敬佛念佛 求生敬土 这是善的大圆满 那么这是简单的 跟大家介绍 善的定义 谢谢大家